而除了這件事情 到底有多少孩子走了 或是很多孩子走了 我們就不用再跟你在那邊討論 關於你的很多跟我們的很多 是不是一樣 因為對每一個父母來說 每一個小朋友都是他的全部 這樣到底多不多 重不重呢 我們更要帶您關心的是在後續 相關的兒童醫療的問題 在今天的部分 確診本土病例76,539案 其中死亡個案再創新高145 而其中其實有很多數字 值得大家特別關注 就是這145 其實不是說COVID-19在台灣 就特別容易有比較高的致死率 真的不是 而是在相關在這之前的 我們的到院前死亡 住院短時間過世 這兩者導致於我們的死亡率 其實是相當高的 而這兩者原因是什麼呢 到院前死亡 就是在所有的確診部分 確認是不是來得太慢 還卡關 而另外住院短時間過世 是不是藥給得太慢了呢 專家也特別講到了 單日給藥率應該要達到15% 而我們做到了嗎 另外延誤就醫到底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病患 從確診到治療關卡實在太多了 連醫師往任前都說 就醫環境有太多的隱形阻礙 如果你不拿開的話 你這樣的一個死亡數 恐怕還會再往上飆 我們不斷重申 從目前的所有報告書來看 並沒有證實COVID-19這樣的一個疫情 在台灣就會造成比較高的死亡率 或死亡數字 也因此這樣的數字 你要多去想想 我們相關的對抗疫情的打仗 戰備真的準備好了嗎 而包含了像是民進黨立委蔡壁如就說到了 台灣疫情和新加坡是很相像的 如果人家考古題都給你抄了 你連抄也不抄 抄了也抄不好 蘇一峰也說 兒童中重症過半數不治 顯示出來快點讓孩童去接種疫苗吧 除了有這樣的一個中重症比例很高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腦炎的比例也很高 醫師神志南也特別講到了 兒童疫苗擴大施打 中重症死亡率就會下降 在杜重申 這張電視牆上面所有看到的資料 每一個人在聲稱喚 每一個人在提醒 這都是一題又一題的答案 而我們是不是還是到現在 連抄都抄不好 到現在的這個數字 每天死亡個案還在創新高 而這波本土疫情 已經累積了22例的兒童重症了 其中10個人死亡 除了有腦炎之外 兒童重症也有可能會出現 肝腎功能的異常 指揮中心的一流應變組的副組長 羅一鈞就表示 兒童主要重症目前仍然集中在 三大類的表徵 帶你來聽聽看 事實上在這個兒童如果出現 這個染疫之後的重症 多多少少很多時候抽血都會驗到 肝功能 腎功能會有一些異常 那他主要的這個 來源主要還是跟我們幾個分類有關 就是說是腦炎的部分有可能會合併 多從器官的一些功能的異常的時候 常常就會看到說有肝臟或者是 腎功能的一個異常 那另外就是如果引起的是肺炎 或者是敗血性休克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影響到這個全身的血液循環的部分 導致說肝肝功能有一些損壞了 不過這個來講都不是說是染疫之後主要的這個病因 一般來講染疫之後主要重症的原因還是集中在 就是腦炎肺炎跟這個敗血性的這些 敗血症或敗血性休克這個部分 所以在分類上我們還是以這三大類來做分類 那目前還是沒有特別觀察到說 染疫重症部分 單純是指以這個肝炎 急性猛爆性的肝炎 或者是說是以這個急性的 腎功能衰竭這個部分來呈現 基本上都還是有這個腦炎 或者是肺炎或者是敗血症 這三大這個病症的一個分類的一些相關的表徵 我們也細部再來看到這樣的數字 包含在今天指揮中心公佈的最新資料 當然我們還是看到政府不斷的強化 關於輕症無症狀者是99.73%的 但您看看中重症的比例 首先中症是0.0.19% 而重症是0.08% 但在今天的週末大報掛節目上面 黃陽明時事評論員也特別算出來了 現在的重症致死率已經突破了八成 所以真的要小心再小心 而我們剛剛提到今天 其實還新增了兩起的兒童個案 而這兒童個案是轉成重症了 其中一起是大概5歲左右的女童 他是出現了疑似腦炎的情形 而另外一位10歲的男童 他是疑似有腦炎 不過現在病況改善了 已經把管來移除呼吸器 不過兩位在第一時間都是送到ICU的 我們現在也看到這兒童的部分 真的有很多值得擔心的 而且就算現在目前我們搶救過關了 但是在後續他可能還有漫漫長路 因為誰也不知道兒童接下來的後遺症 他可能還要面對多少 第一位是一位1歲的女童 本身沒有慢性疾病 那這次是在5月25號的時候 有出現發燒 那隔天檢驗陽性 那隔天也帶到臺大 對不起 帶到醫院的急診 這邊去 就是因為 醫生評估說有這個 病況穩定的關係 所以反家 反家途中又出現了全身的抽搐 然後再回到急診 當時已經有意識變化跟呼吸窮迫的關係 而插管 那醫生診斷疑似腦炎 做了電腦斷層 顯示有輕微的腦腫脹 不過並沒有說影響到這個腦幹跟腦室 這種比較嚴重的情境 所以是使用抗癲癌藥物 然後免疫球蛋白 還有降腦壓藥以及類固醇等等這些 那收治在加護病房當中 那因為這個個案的 醫師其實隔天5月27號就順利的恢復 那就移除了呼吸器 也八管 那第二位是一位這個六歲的男童 那本身也沒有慢性病史 是在這個5月21號的時候有發傷 那當時有就醫採檢確診 那反家服藥 那後來在這個服藥的 反家 在在家治療的過程中 食慾跟活力有減退的一個情形 在5月24號 又出現了這個全身的抽搐 那有意識的變化 所以再送到醫院去 當時是有也是診斷說是懷疑是腦炎 所以因為這個呼吸窘迫的情形 在5月25號的時候插管 不過在兩天的治療當中 也很順利的就在5月27號的時候就 把管移除呼吸器 所以我們累積到現在 總共有22位這個兒童的重症個案 今天是新增2位 那其中11位是腦炎的個案 那這腦炎的個案當中 除了說有5位是不幸死亡的個案之外 另外6位的這個腦炎個案當中 有5位都已經是有順利的 把管移除呼吸器 冰礦也有好轉 那還有1位的話 雖然說仍然在使用呼吸器當中 不過他的這個整個 肝腎功能的情形也有在恢復 那目前意識狀況 也稍微有好轉一點 現在這孩童的死亡率 還有孩童引發的腦炎的事情 持續的震驚了社會 台北市議員洪漢婷 就在大新聞大爆掛節目當中 其實是週末大爆掛的節目當中 高歌改編了王心霖愛你的歌詞 我們一同來聽聽 其實雖然好聽 但是也痛心 如果孩子發燒無力 可能就是COVID-19 如果抽出加上昏迷 一定要請急送醫 常常想防疫中心 是不是沒在防疫 兒童疫苗燒機 腦炎有說美主意 誠實中心理 沒在乎抱抱身體 看美同里爸媽的焦慮 Oh baby 求你睜開雙眼 爸媽想多看一眼 擔心你的腦炎 送醫院人就不見 來不及看看世界 想陪你不止一天 連兩天抱抱高燒不退 愛你 這個歌詞妳看這麼悲傷 我原本想要拿一個 寶寶來在這邊這樣 先不用 這樣 家長很悲傷的這個親生 如果你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 就可以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您可以適合這一組 比較小的攜帶型的 USB插頭 這次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玩哦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